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湖南省长杜家豪低调来台 那么今天他离开台湾 离台前在机场有法轮功学员举着横幅 要求停止迫害 我们靠近他 他都有听我们喊法轮功大法豪 不要破坏法轮功 我们一定要来这里有个诉求 就是希望他回去能够停止迫害法轮功 不止今天机场外有反迫害抗疫 上周六在凤凰台风来袭前台北的三重宫庙行程 马路两旁法轮功巨型的横幅相当醒目 要求杜家豪停止迫害 杜家豪在担任前黑龙江省委书记 湖南省委副书记期间都参与迫害法轮功 这次他的台湾型格调保密低调 而日前本台记者在前往湖南团 在圆山饭店举办的记者会时 也遭遇了门口人员的阻挡 原因不明 中共省事团来台 打压新闻采访自由的恶劣行径 在天一桩